作者 二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512集 收获 随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罗盘之上 这罗盘通体血色 不知以何物打造 拿在手中阵阵冰凉杆穿入体内 当初摇溪血便是以此物进入这里 这罗盘与此地阵法应该是有对点之效 王林神石一扫 立刻进入这罗盘内 其内有摇溪血的神石烙印 王林松了口气 若是这罗盘内也有血阻烙印 那么王林只能想办法修改平台上的阵法 以此离开这里 此地洞府内也有离开这里的传颂镇 王林在拿到那水晶小令之后便已经知晓 只不过那传颂镇在洞府的东北角 王林所在之处距离那里有些距离 这一路禁止封印下 想要过去太为艰难 否则的话也就不用如现在这般 轻而易举的 王林便把罗盘内摇溪血的神石抹掉 留下自己的神石后立刻便发现 在这罗盘内有一个小型的阵法 随着罗盘指针的摆动 这阵法无时无刻都在变化 始终没有静止之时 果然如此 这罗盘内也有阵法 这传颂镇必须两个同时改动 否则的话改变一方无法生效 王林神石融入其内 研究之下虽说无法窥击全部 但多少却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略做改动 随后又把平台之上的传颂镇加以变化 如此一来啊 这阵法就立刻大为不同 这平台上的传颂镇 王林虽说改动不大 但却改变了其一个重点的位置 除了他之外 若有外人进入这传颂镇 那么立刻便会被再次传颂回去 如此往返之下 必定会使得空间壁破碎 进入者立刻会卷入其内 进入空间裂缝并非会死 还需要额外加一些变化 王林陈寅少起 立刻又在这传颂镇上忙了起来 他用了三天改变阵法 但却用了三十天去在这阵法上增加无数的禁止 而且布置这些禁止来 他不但没有不耐 反而颇为开环 若真有人传颂而来 定会大吃一惊的 王林目光一闪 神石进入那罗盘内 瞬间便把罗盘内阵法开启 一道血光闪烁 包裹王林全身 数息后 血光连同王林全部消失 古妖城军营千里外 古山之上 一阵血光闪烁中 王林出现了 刺眼的阳光晃入王林眼中 他看着四周的一切 有种格式之感 远处古妖城隐隐露出一个轮廓 好似与他当初离开时 没有任何变化 王林深吸口气 身子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前方 军营而去 他速度比当初离开时 快了不知多少 此刻急速之下 没过多久便临近军营 就在这时 一股浓浓的杀机 从军营内瞬间散出 锁定王林 来者止步 一声低吓 从黑甲军营内传出 这声音中 透出了一股浓浓的杀机 与此同时 一道黑盟 从百里军营的外墙上 扩散而出 形成一排黑物状的防护 在军营内 上万黑甲妖兵 此刻全部整齐地 站在正中心 在他们的前方 一个身穿黑甲的大汉 背着双手 冷眼向军营外看去 在这大汉的身边 司马炎恭敬地站立 从其表情上看到 他对这个大汉 充满了敬畏之色 除了司马炎之外 还有三个黑甲之人 从其装扮上看到 应该也是统领 他们分别站在 大汉的身后 神态同样恭敬 王林的身子 好似流星 他没有半点停顿 在临近那一排 黑雾的瞬间 冷哼一声 其身体内 先立顿时向外移散 在这一刹那里 那黑雾顿时消融 急剧地向四周退开 露出一个通道 王林的身子 从容踏步而进 那黑甲大汉冷冷地 看了王林一眼 右手一挥 喝倒 妄赢者 杀无赦 他身后的三个统领 二话不说 身子向前一晃 化作三道黑芒 直接冲出 司马炎一眼就认出了 王林 他犹豫了一下 一咬牙冲了出去 四个统领 他们中啊 有三人修为 相当于是应变初期 还有一人 其修为 相当于应变中期 若是放在王林 没进入洞府之前呢 对付这四人 他虽说可以取胜 但却难免有些麻烦 时间上会耽搁不少 尤其是这四人 腰力纵横 冲来之际啊 在他们身后 四人的腰力 化作四头 凶猛异常的虚幻巨兽 更添生事 但此刻 王林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 应变后期大圆满 放眼应变其修士 他已经站在了顶尖之位 此刻呀 看着四人冲来 却是古井不波 神态没有半点变化 退下 王林站在原地 一动未动 只是开口说了这两字 声音虽淡 可其内却是蕴含了 应变后期大圆满修士的 先例凝聚 这声音烙在四人耳中啊 就好似奔雷滚滚 在耳边轰隆隆地炸响 四人中 除了那个修为 相当于应变中期的修士 面色一变 低档住外 其余三个修为 相当于应变初期的统领 因为彼此差距太大 纷纷面色苍白 心神震动 身子不由自主地停下 他们的修为啊 虽说相当于应变期 但与王林相比 却是差距太大 王林在应变期内 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他 站在了巅峰 王林神色如常 向前踏步而走 他步伐缓慢 但却极为坚定 他步坚纳 在他前方的修为 相当于应变中期的统领 立刻向旁边退开 不敢阻拦 王林半步 至于其余三人 更是心惊肉跳 这三人中 属司马炎 内心震惊更重 他甚至看都不敢去看王林 内心暗胡 当年自己侥幸 若是早知对方有这等修为 当年他说什么 也不会去招惹此人 但立刻 他便内心一颤 他想到了十三与虎袍的遭遇 心底连连叫鼓 极为后悔 随着王林的脚步 前方一万妖兵 纷纷散开一条道路 他们早就认出了王林 当年的一幕幕 立刻涌上内心 对于这个神秘的前统领 他们藏于心中的复杂与敬畏 再次升起 这一万妖兵中 有一些是新人 并非见过王林 此刻虽说内心疑惑 但亲眼看到了统领大人 都不敢阻止对方的脚步 见识了王林的威严之后 却是不由自主地退开 几乎瞬间 在王林的前方 一条长长的通道出现 在这通道的尽头 正是那身穿黑甲的大汉 他的目光始终冰了 只不过一股凝重的气息 却是在其身上凝聚 他目光冰了 但王林的目光 却更是冰寒 他整个人 如同一块万年不化的冰寒般 一步一步向着那黑甲大汉走去 一路走过 他身边的那些 本就距离数丈远的黑甲妖兵 再次退后 一股让他们窒息的感觉 涌上心底 黑甲大汉身上的凝重气息 越来越浓 他低吼一声 身子向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之下 他全身的气息立刻冲出 这气息无形 但四周的妖兵 却是可以感受得到 纷纷不由自主地连连退后 王林神色依旧寒冷 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一步一步踏出 那黑甲大汉的气息 落在了他的身上 立刻消散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这黑甲大汉的修为 王林一眼就能看透 此人的妖力 相当于是应变后起 但尚未达到大圆满的程度 王林整个人的气势 在这一步一步的踏出中 疯狂的凝聚 随着他的脚步 地面甚至出现了一大片寒霜 这寒霜随着王林而扩散 那黑甲大汉在气势上 立刻处于弱势 那股令人窒息的感觉 立刻涌上他的内心 他下意识地想要退后一步 但却立即被他强行止住 他知道 自己只要一退 便会彻底地失去气势 在这气息牵引之下 恐怕对方立刻会出手 但若是不退 那股越来越强的压力 化作无形 从前方疯狂地凝聚而来 这压力啊 他只有在面对妖将之时 才有过相同的感觉 最终 在王林与此人只差二十步时 这黑甲大汉额头 溺出汗水 喝头 王统领 你 意欲何为 这是我的军营 你说我意欲何为 王林平淡地开口 脚步未停 向前踏出 黑甲大汉 立刻感觉到一股 逼人的气势 笼罩全身 好似被无数座 大山压顶一板 他强忍着退后的冲动 喝头 你失踪一年多 早就被妖将大人 罢免了统领之职 一年 原来只过了一年 王林内心松了口气 但其气势 却是更浓 我的两个随从 身在何处 王林之前 进入着军营之时 便神识散开横扫 没有发现 十三与虎袍二人 此刻 他与那黑甲大汉的距离 只剩下十几步 阵阵强大的压力 好似洪荒猛兽一般 冲向黑甲大汉 他想要坚持 他身为都统 若是被一个统领的气势所振 那么其职位定然不保 尽管这个统领的修为 已经超过了他 王林一眼就看出 对方正处于抵抗的边缘 他速度漠然一快 一连踏出七步 黑甲大汉只感觉 王林气势在这七步间 疯狂地攀升 如万丈山峰平地而起般 他再也无法抵抗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一步 大汉退出一步 气势一泄千里 牵引之下 王林的气势 却是立刻疯狂地飙升 几乎瞬息啊 便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顶峰 不好 黑甲大汉面色一变 就在这时 王林目露寒芒 整个人好似一道闪电 直接踏步而起 直奔黑甲大汉而来 他应变后期大圆满的修为 在这一刻迅猛地展露出来 那大汉退后中啊 双手握拳 在身前漠然相近 但听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化作道道生枝波纹 从他身前立刻传荡而出 与此同时 他更是体内妖力迸发 在其身后 立刻幻化出一只身体 约有百丈大小的玄武 这玄武背上充满了无数粒刺 更有一条长尾 其伤粒刺更多 甩动之下 好似可以破开空间一般 出现了数道黑色的滑纹 亡灵虚空踏步而来 好似闪电 其拇指抬起 寄灭纸默然而出 亡灵的修为达到了 应变后期大圆满后 其所施展的这寄灭纸 其威力也陡然增加了 数倍不止 一指之下 若非四周妖兵早就散开 甚至就连他们的血肉 与妖力都会被吸收入内 尽管那些妖兵已经散开 但他们体内的妖力啊 仍然有一些被这寄灭纸吸入 此刻 只见天地之间 阵阵妖力疯狂地融入 王林的拇指内 更有几个不认识王林的妖兵啊 距离并非太远 他们在这一瞬间呢 全身血肉翻滚 眨眼间便化作精华 从七窍内散出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仙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